我上次说什么 我上次说看什么影片 同学记得吗 现在只有记得 我记得有要换一个 我记得有换一个 什么影片 什么样的影片 你能去看到那个带群里面 那个我不是帮到YouTuber去了吗 我帮到YouTuber 不是YouTuber我已经帮到社群去了 一个铁棒嘛 一个是那个看不见东西 折射率相同的那个 折射率相同 然后你会看不到它存在 你只能知道而已吧 有那些人看吧 我说给你看 后来就把影片放到社群去了 记得吗 那是本子 不一定的 看过了吗 看过就好 那你有空去看一下 好不好 还没看过情绪的时候 还没 这么多人啊 四个年轻 好 OK 谢谢 下次有办法看完 那是讲光的折射率的问题 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 透镜的成像 在那个时候 同位同学就说 好怪喔 不知道什么意思 没有错 这个东西也许我们在当下 是让我们同意理解的 像我那时候也是 不同意理解的 那做法很简单 我这边有放大气 好 我这边有凹多气 你有空的时候呢 就来这边 好 拿着扣镜 你弄个灯套 你就可以去做实验 去观察看看 它怎么成像的 好 简单来说是什么样子 我整个都在过去 你在什么 学义单啊 对啊 因为他在一起 你学义单会不会在这边啊 你看他小菲 哎 你有拿走的吗 拿走的 拿走的 我们的 假装是我们的布幕 這是我們的扣鏡 有沒有看到成像? 有喔好酷喔 你可以看到成像 這個成像是踮倒還是正的? 踮倒的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有物品 物品都在下面那邊 所以那個 安古你去站在那個 架子那個玻璃前 有沒有看到安古的頭有沒有 有看安古的頭嗎 OK 來 安古你往你的右邊走一點點 左邊 sorry 為什麼看不到你 因為他後面有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OK 那你手舉起來看看 在哪裡啊 我們來尋找安古 尋找安古 太小了 太小隻了 有看到 均勻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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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啊 這裡啊 對 他往下蹲下去的時候 影子是往上的 這個影像是 顛倒的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鏡子 這是很遠遠的地方 他已經超過他的兩倍焦距的位置 他前向位置會比較靠近他 一倍焦距的位置 最後我們上次有畫圖 我們再把圖 我們再稍微 畫一次那個 大家或許會想起來 好簡單來講 這透鏡 我會讓一條線畫透鏡 因為我們需要畫太複雜 畫透鏡只有兩個 兩個重點 第一個 平行入色的光 會往哪邊走 會往哪邊走 平行入色的光 經過一個透鏡之後 會往哪邊走 往下 往下的哪裡 隨便嗎 一定有個地方 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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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往焦點走 這是一倍焦點的話 這是兩倍焦點 對於這一倍焦點 一倍焦點 兩倍焦點 那我畫這個意思 這平行光如果這樣畫 表現這東西可能在這個方向 任何一個地方 就在這裡好了 平行入色的光 會通過焦點 第一個重點 通過靜心的光 不會有折射線下 通過靜心的光 不會有折射線下 所以它就是 激直來過去 這樣子 好 那這點就是我們 沉向的位置 好 簡單看來這點就是我們 沉向的位置 沉向的位置 那我們來想喔 假設這個線 我們往這邊尻近會怎麼樣 越靠近兩倍焦點的地方 越靠近兩倍焦點的地方 假設就在兩倍焦點的地方 這條線會在 這個會在裡面折一下 想一下 會在那邊折一下 想一下 想一下 我們把人線畫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我們讓他們說靜心嘛 因為 假設這個物體 我移到這邊來 這條線有改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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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線有改變位置嘛 對不對 就放遠一點 放輕一點 平行物色的光線 是讓這條線有改變 這條線有改變位置 改變只有通過靜心的這條線有改變位置 對 來 通過靜心的那條線 對 來 不好意思 我幫你夠 這都正了 沒有 謝謝你的力量 好 我把它放好一點點 通過靜心 我把靜心的線畫交在哪裏 好 有些看它會交在這裡 好 好 好 就在這裡 大概停在這邊 事實上 它這個點的特別是一樣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對 就是這個三角形 兩倍晶晶 這個三角形 有沒有全等 有沒有全等 有 為什麼他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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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們知道這個角形 就是角 就是角 對不對 這是指角 這是指角 對不對 所以它是什麼 相似三角形 先知道它是相似三角形 對不對 嗯 你們學過三角形的 沒有學過 沒有學過 應該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三角形 我說這邊有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不一樣 不一樣 一定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這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有沒有相似 怎麼決定 角度 角度怎麼樣 都一樣 角度都一樣 就都一樣 那我如果說 只有兩個角 都一樣的時候 比如說 圓山相似 只有這個角 如果這個角 可以 這個角 可以這個角 我可以說它像是三角形嗎 不可以 不可以 另外那個 不是也會一樣 對嗎 第三角 一定是自動一樣 不是 對 這個角就自動一樣 因為三角形 內角的180 當你已經知道 其中兩個角 你第三個 我們就決定了 是不是 所以說 一個三角形 只要其中兩個角 相似 我們就說這兩個三角形是 相似三角形 相似的原因是說 它長相幾乎是一模一樣 你只說 就物理的角度來看 只說 這三角形放遠一點 跟放輕一點 這樣的差別 懂我意思嗎 同一個三角形放遠一點 看起來是不是小一點 放輕一點 就覺得它大一點 就只有這差別 就像相似三角形的原因 那如果說三角形全的 那你來加上什麼條件 嗯 全的 來 再一個長是什麼 邊 邊長怎麼樣 邊長 邊長 要一樣長 所以假設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角 跟這個角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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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告訴你 說 這一邊 其實等於這一邊 我可以說 這是一個全身的三角形嗎 可不可以 可以或不可以 可以或不可以 只要一邊 等於這一邊 如果我告訴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一邊相等 可不可以說 它這個全等三角形 可以嗎 因為只要一邊相等 實際上三邊就會相等 因為你告訴你 兩個角是相等 對不對 就是 所以 接下來這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我們已經知道了 三個角都相等了 對不對 所以它至少我們知道 它的相是三角形 接下來我們證明它 另外一個東西叫相等 我們可以怎麼證明它 它怎麼東西相等 用指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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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邊是 指揚是多少 哪邊 這是兩倍修律 兩倍修律 這是兩倍啊 那兩倍都是喔 對阿 還不是 兩輩都是兩輩交流的話 就會相等了 就變成全等 但是數學上好像不是這樣正的 大家可以想想 數學上學到這邊嗎 應該是下學期 或應該在學到 稍等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事情的部分很正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是不是這樣子 當我把這個鏡子移動它 我去做成像的時候 來 我們兩個在這裡距離是多少 距離是多少 我這樣成像最清楚的時候 距離大概是 用那個法子來看到是三次五的位置 按這個道理來講的話 我的位置 這就像窗戶的影子一樣 窗戶的影子成像到這邊來 它比較靠你這個小的這個地方 所以當我 當我把這個部分往這邊靠的時候 往這邊靠的時候 我的成像會變遠還是變近 變遠 變遠 我會比較靠這邊對不對 對 我們剛剛兩個已經塞出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移動出來一點點看看 就把移動到這邊來 來 不好意思 好 我移動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現在聊到應該比三處 稍微大一點點對不對 好 看一下有沒有 沒有 你們看不到 要稍微給個小圖看一下 OK 因為這邊太亮了 這邊比較靠近它就越來越亮了 好 但我在抓這 抓這線比較清楚的地方對不對 安哥可以看到 好 線比較亮 線比較清楚的地方 好 差不多大概是三七左右 差不多三七左右 好 那三七左右 好 少 因為為什麼很少 告訴我 這邊距離太遠了 這距離太遠了 只不過是從這個地方 移動到這個地方而已 對不對 好 在這邊 因為他們從這裡 好 他們在溫度地 假設無線遠處 很遠很遠很遠 無線遠處的光線 我把這個目標移動到無線遠處 它的前面會在哪裡 它會散掉 它不會散掉 它會散掉 它要散掉 基本上會在這個點上 會在這個點上 對不對 記不記得 對 好 因為它很 這條線變得 這條線呢 從這個角度變成角度 它變成角度 變成 變到後面很趨近 就是這條線 是不是就是貼在這裡 是不是就是貼在這裡 是的 簡單來看呢 你看這邊有太陽對不對 太陽光的無線遠處來 所以呢 我把空中放上去的時候 我把空中放到這邊 好 我就是成像 我剛剛一個成像 好成像 這成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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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 這成像是太陽 太陽的影像 太陽的影像 在哪裡 太陽的影像 在哪裡 太陽的影像 燒螞蟻 所以我以焦距來 看到成像在哪裡 就是成像的焦點上 就是成像的焦點上 所以我去量它的焦點 是不是就可以量出來 對 來看一下它焦點 多大 這個靠近的焦點 好耶 你看它焦點 大概是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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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左右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左右 所以你移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在成像 我成像它是三十六左右 三十 是我們會退一點 因為我的窗戶距離變近 窗戶變近 我的成像是往後退 當我退到兩倍焦距的時候 兩倍焦距怎麼做 假設這個焦距我們剛剛講是三十 三十 三十三對不對 剛剛講是三十 三十三 我們的焦距三十三 對不對 接下來才不會忘記 三十三 所以兩倍焦距是六十六的位置 所以我們把它用的目標放在六十六的地方 我們呈一下它會在哪裡 應該會在六十六的地方 應該會在六十六的地方 就拿證明看看 好 我們要找個 找個 找個能夠發光的木型 好耶 OK 熱龍魚 爸爸熱龍魚 我想講 手機 手機就可以發光了 手機 發光了 對 就只有一個手機 發光 用小火機 小火機 小火機 用手機 打個手機 然後給它 製作 手機APP 一個顏色 給它 我要紅色的彩虹的 對 紅色彩虹的 我的人超級數位 所以沒有反應 對 要握手 握手 用手機 打個手機 小時間 好 請 好 請 請 手電筒 手電筒 不夠清楚 我看一下 來我看一下 我剛好有一個 那個 幫我抵著一下 抵著 抵著 yes 沒有因為這邊比較暗 所以我用這邊來幫我 這樣可以看到沈浪對不對 這樣還是可以看到沈浪清不清楚 所以我們來量一下 66公分 量66公分就是什麼量耶 先把他抵起來 你幫我量66公分 沒錯 他抵起來 他抵起來 他不是在沈浪嗎 沒有 我可以差一點 他還有地震 這是怎樣的路 蛤 然後我來量那個 燈盒位置 我們先 先找個最清楚的地方 這樣最清楚了 你看這樣數66公分 是的 多一點 應該差點多一點 差不多比到66公分 那邊 沒有不清楚 所以這兩側也是路上 我們找一個最清楚的地方 然後跟我們做相同的地方 好 這樣子 這樣比較清楚了 你看這邊 74 那你幫我看左邊多少 75 左邊看多少 差好多喔 對啊 75 有沒有 75 沒有 75 79 所以我們的光線大概是 75 76 所以他的焦距很不止 焦距很不止 可能不止35 所以我剛剛量 你剛剛用 你剛剛用 你剛剛用這邊量還是用0 用0來量吧 76 所以假如這樣看起來是76的話呢 五率再多打 不止打 38 所以按照這樣的算起來 我們的焦率可能大概是38多 我們再看一下 看後的焦率 好 我們再試試看看 好 我們再試試看看 你看到齒 好 好 好 鍋進鍋 來看一個鍋 它就要抽了 我們寫一個位置 快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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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對嗎 這邊 這邊有一點小小的問題 你說我 我怎麼去確定說 我這樣最清楚 還是 還是這樣最清楚 好 好 這樣子 都很清楚 地盤會不會燒焦啊 這地盤會不會燒焦啊 這地盤會不會燒焦啊 每個東西地盤會燒焦 對 坐月 坐月 沒有這個上台比較容易啦 衛生紙可以的 衛生紙 哪有 我容易燒好不好 我會比較清楚 這樣很清楚 我會比較清楚 我會拿 我很糟糕 我很糟糕 不是很糟糕 它是融化 有融化的 有 有 有 如果按到這個點的話 他會不會燒焦 會燒焦 所以是 會燒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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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燒焦 你為什麼要燒焦 會燒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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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第一次用 陽光這樣燒的時候 表現上兩個有兩點誤差出來 所以我們這樣看的話 大概是在 三十 三十八多次焦 因為我們用兩倍焦距來看的話 大概三十八左右 那前面兩點有兩顆誤差 所以這樣感覺 所以假如無線遠處的光線 會聚焦在 聚焦在這個所謂的焦點上 那到兩倍焦距的時候呢 會聚焦在哪裡 走得很遠 一直進去 到這邊 出去焦在兩倍焦 好 那我如果進到兩倍焦地以內呢 我如果能推這裡 在這裡呢 更遠 會沉焦在哪裡 更遠 更遠的地方對不對 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好 這個 來 這個幫我拎著 拎著 好 我這樣剪它光線 我現在把它這麼近 剛才說一倍焦距要兩倍焦距要這麼遠 三四十左右 好 所以我們的成像是否這樣比較清楚 好 對 這個 這個比較清楚 有沒有看到 所以當我進到兩倍焦距一點的話 這邊距離要變遠 好 那我再稍微輕一點點的話 會怎麼樣 對焦對焦 快 快走在對焦 好 是不是這樣更清楚 有沒有 也就是我 當我越靠近焦距這個點的時候呢 我的成像距離會怎麼樣 會變遠 會變遠 我們來看一下 請示 是 來看一下 你看喔 我移到這邊來了對不對 我移到這邊來了 我把這條線延伸 你看喔 變重 可以去嗎 我把這條線 你看這條線 跟這條線 的膠裡面在哪裡 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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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不能很遠 快了 會變很遠 轉彎了 轉彎了 所以變得比較遠 那我 當我 也就是我從這裡 移動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的成像位置是從這裡 開始往後退喔 退到哪裡 當我的 我的頂像如果很高 我的頂像如果移到焦點的時候 我的成像會在哪裡 請問一下 來來來 當我的頂像移到焦點的時候 我的成像在哪裡 頂像移到焦點 十倍焦點 為什麼是十倍 十倍焦點 十倍焦點 會移到哪裡 想想看 八倍 想想看 不然就畫像畫畫看 因為八倍 對 為什麼八倍 因為是二十倍速 為什麼是168倍 168倍 很好 30倍 一路發 你想想看 還要把這條線疊起來 它不會有焦點 它不會有焦點 對啊 你看 這個三條線 跟這個三條線是完全相等 完全相等的情況之下怎麼樣 這兩條線是平行 平行線有沒有焦點 沒有焦點 對吧 所以它會成像 如果真的有焦點 它無限遠處有焦點 對吧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看 無限遠處的影像 會啟動到焦點 如果光是可逆的話 我們是想說光是可逆的 我看到你就看到我 對不對 那同樣的火的焦點 都放在焦點的地方 被成像在哪裡 無限遠處 無限遠處 這其實是可逆的概念 要怎麼 它這麼平行的 為什麼還會有 幾乎啊 幾乎啊 它要是阿姆 這樣是還完全平行的 它沒有辦法 你看喔 光照相 你剛剛也看到啊 光的成像 它並不是說 有成像或沒成像 這麼清楚 有或沒有 就是這樣的意思 來幫我再拿一下 幫我拿一下 光的成像 你看喔 就算是我這樣 光有沒有成像 有 光有成像 但清楚清楚 那我要找到真正清楚那一點 希望是這樣清楚 還是這樣清楚 還是這樣清楚 就是 我對你可能差一點點 這樣子 我差一點點 事實上影像並沒有差很多 對不對 你看那影像 沒有差很多 對 我覺得距離是有在改變 但是那邊影像 並沒有差很多 所以就這樣 在無限遠處 它的成像 是讓它還會出現的 只是說 它影像完全墜焦 你事實上 不容易分辨 你不容易分辨 它是不是已經墜焦了 懂意思嗎 欸欸欸 重疊了 重疊了 它基本上是 會重疊在無限遠處的地方 到無限遠處的地方 它基本是重疊 所以你可以說 你放在無限遠處 可是一一不大 一一不大 為什麼 因為你說 我一個光線 這麼小的光線 在無限遠處 放大還是無限多倍啊 你看 這是那放大的倍率 是不是 對 那到無限多倍 這很多很多倍 放大無限多倍 那放大無限多倍 你看見那個光嗎 看不清楚 就模糊 模糊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影像本身模糊 第二個原因是影像太弱了 這是所謂的 放大鏡的成像 這個成像都是實像 但目前講過實像 為什麼是實像 為什麼是實像 因為它是真的有 對 因為它真的光線通過 它光線真的通過 那接下來再看 我們剛剛提 從無限遠 講到焦距了對不對 那如果進到焦距 會變成什麼 我如果進到焦距之後 會變成什麼 沒有了 就沒有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進到焦距就沒有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還是有成像 還是有成像 來這條線 這條線的是不是變這個樣子 這條線 跟這條線 會不會在這邊的焦點 不會 像是眼睛的眼睛在這邊看的時候 會感到什麼 我們在這邊看的時候 會覺得什麼 這兩條光線是從這邊過來的 噢 然後在這裡 這邊就是會感應 感覺到這個物體應該在這裡啊 我們感覺 這個物體如果從鏡子這邊看這個物體的話 我會覺得物體系統在這裡 有沒有看呢 就這樣子 有沒有覺得放大了 好胖 好胖 有沒有它覺得放大了 有 覺得放大意思是這個尺 比較怎麼樣 看你收起來好了 還有人就放大了 都是看吃啊 都是看吃 因為這個鏡子 你看這個鏡子 它這個 中間這個地方 有放大效果 到這邊會 效果不好 再打一個這個鏡頭 好 這鏡子 有沒有放大 有 有 有明顯的放大 對不對 這個焦距在一倍焦距以內 一倍焦距以內 我們可以看到 底下是可以放大 好 那這個放大的像是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 假的 所以這叫做虛像 會顛倒嗎 不會 會顛倒嗎 你看有什麼顛倒 拿遠 拿遠 那是拿遠 我們現在沒有拿遠 所以在一倍焦距以內 你的物體在一倍焦距以內 看到的是 可是在你的放大 這個沒有成像啊 沒有成像 沒有成像 所以這是虛像 虛像 虛像是改的 會感覺光線從來過來的 你衝不過過這個鏡子 你會感覺光線 是從這個放大的影像 過來的 對吧 你會覺得它是放大的 就我們人從這邊看 看那個粉紅色的物體的話 會覺得那個粉紅色物體 實際上是存在 是存在這裡的 是被放大那個像 光線打到眼睛來的 所以你覺得它是放大的 所以 我那個 把放大影帶著 然後 然後 旁邊的沼子 然後 走路 然後怎麼樣 這就是老蛙眼鏡 老蛙眼鏡 就是這個功能 那我們現在奧多鏡 就是另外一個功能 奧多鏡是縮小的 放大鏡是放大的 是放大的 為什麼要奧多鏡 為什麼奧多鏡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鏡子眼鏡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所以這樣 複透鏡有概念了嗎 有 複透鏡有概念了 我們等一下會講奧多鏡 好 現在是奧多鏡 好 現在是奧多鏡 奧多鏡 這是奧多鏡 我們兩個問題 我們兩個問題在這裡 有個問題 透過它 我們的鼻鼻光 會不會上哪去 會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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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上去怎麼 這個角度怎麼可能 虛虛虛 虛焦點 我覺得它是從虛焦點來的 所以我們的虛焦點 是這一點 虛 還為什麼沒有 虛焦點在這裡 好 兩面畫都沒有對稱 好 假設我們的固體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的平行路側的光線 會覺得 它從虛焦點出來 所以我們就從虛焦點 換它下來 光線會這樣跑 好 好 好 那通過鏡心的線會怎麼樣 不會 通過鏡心的線 不會轉彎 所以通過鏡心的線呢 哇 它就不會轉彎 哇 好 所以我們人的眼睛 我在這裡看的話呢 會覺得 有兩條光線從哪邊來 那個中間 從中間這個點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問題怎麼樣 你看 就縮小了 縮小了 就從這邊看物體 它本來在這邊呢 我們會覺得它是縮小的影像 而且是從這邊放出來的中間 所以那來看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凹透鏡 我的眼睛凹透鏡 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線對不對 你透過凹透鏡 有看到它縮小嗎 有 眼視 有看到它縮小嗎 這哪就是眼視 這鏡心眼鏡 好 你看到它有沒有縮小 有 它就是蓋你的腦 它就縮小 那為什麼你們要戴縮小的 對 我們要戴縮小的 對 我們要戴縮小的 因為他們眼睛會這麼大 不是 因為我們的 散色的意思是說 它把光線散往外擴滿 假設呢 那這個眼睛就是 是我們 我們先講近視眼睛好了 我理論上是我 調整我的水晶體 調整水晶體的後脖 來決定光線都落在這邊 我們現在把光線 集中到視網路 才看得見東西 那這個 假設我現在光線過來了 我現在 東西在無線遠處的地方 無線遠處的地方 我希望它聚焦在這邊 那你覺得 無線遠處就是一個透鏡嗎 這是一個透鏡 那這邊到這邊的距離是多少 是一個焦距對不對 是一個焦距 要剛好一個焦距 那我的物體如果靠近的時候 我物體如果靠近的時候 塵巷會在哪裡 我的這裡 塵巷會在後面喔 對不對 正常的眼睛 假如我的瞳孔沒有改變的話 塵巷就在後面 對 對不對 塵巷在後面 對 塵巷在後面 我眼睛要怎麼調整 才會讓塵巷靠近一點 把眼睛拿圓 不是喔 把這個 把這個瞳孔 把水晶體在變厚 變成這樣子 你變厚的時候呢 它的焦距會變怎麼樣 會變長還是變短 變長 變短 變短 越厚的玻璃喔 你就看 越厚的玻璃 它的焦距是變短 就是它的後裹的差異性越大的時候 它的焦距會變短 你看 這個後裹差異比較小對不對 這後裹的差異性比較大對不對 有感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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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跟誰 雖然這邊 你說中間跟旁邊的比較 這後裹來講比較小 所以你看這個焦距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焦距 這邊可以看焦距嗎 我們不用看 這個焦距是這麼遠 這個焦距呢 看得出來嗎 預備 對 幹嘛 你要試一下 好熱喔 所以這個焦距比較短 所以 當我們這個 所以你可以預期是 當我們這個厚度越厚的時候呢 你的焦距越短 所以當我們的褲體 從很遠的地方 靠近我們眼睛的時候 我們的眼睛旁邊的肌肉 水晶體旁邊的肌肉 要控制你的水晶體變胖一點 要變胖一點 所以瞪孔會胖胖是不是 不是瞪孔 瞪孔的中間很空 瞪孔是決定你多少公斤進來 那我講的是水晶體 水晶體要變胖一點 它肌肉會把它壓縮 肌肉會把它壓縮 讓它變胖一點 變胖一點的時候呢 它就會焦距會變短 你的影餐就可以不再鬆了 可是呢 如果當我習慣看這個東西 看很久 我的肌肉因為沒有運動 所以就疲乏 我的肌肉疲乏之後 你的確定是什麼 我肌肉疲乏之後 它就不會再變了 不會再變的時候 我想調整的水晶體上 變扁一點 我沒有辦法 所以我的水晶體變得胖胖的 好 這是我的影像 我的影像往後靠 我的影像往後靠 再往後靠到這邊來的時候 尋找我的成像會在哪 會在似我們前面 還是似我們後面 在我們前面 會在這邊 我的成像會在這裡 我看了眼睛看不見 我去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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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就怎麼辦 把水晶體往內塞 沒有辦法做這個事情 一個簡單的方式 我在這邊先把光線給擴散 我本來平均路設的光 對不對 我把它擴散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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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經過透聽再聚焦 我就可以把我的焦點往後退 來試一下 這是 那有什麼後遺症 後遺症就是 我就必須依賴我的眼鏡 我才看得清楚 對 就是在一起 那你看到 你可以看到 這是豬肉鏡對不對 對 看一下豬肉鏡 豬肉鏡 我的焦點是這麼近 對不對 看到了 我豬肉鏡 先把光線給擴散之後 有沒有看到 假設我現在的焦點在這裡 對不對 經過一個豬肉鏡之後 它是不是變 變得沒有去焦了 我就可以看 往哪邊 有看到差點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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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好 你看喔 現在這樣子戴著眼鏡聚焦有沒有 戴著眼鏡聚焦 我把它拿掉 都變沒有聚焦了 聚焦 沒有聚焦 什麼東西 聚焦都沒有聚焦 有啊 中有啊 這樣子聚焦對不對 我拿掉就沒有聚焦了 看什麼聚焦 沒有啊 就是聚焦的影像 小影像看到沒有 都有啊 有沒有看到 聚焦有沒有看到 就是一個聚焦的影像 它是一個帶氧 我把它拿掉就變沒有聚焦了 還是有啊 聚焦是比較小的影像 如果說我們要看那個 什麼東西 來 這邊有聚焦吧 有 我把我的眼鏡 給它戴上顆怎麼樣 你就沒有眼睛 沒有聚焦 變不清楚對不對 對 那我們要稍微 我的眼鏡 太爛 可是因為我的眼鏡會 會遮掉那個 藍光所以 光線變得太爛 好酷喔 我也要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奧頭鏡喔 這是一個奧頭鏡 你們可以摸摸看什麼奧頭鏡 摸摸看什麼奧頭鏡 摸摸看什麼奧頭鏡 旁邊不能只摸 不能這樣摸 這樣摸不準 因為它可能是平奧頭鏡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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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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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觉得中间变厚了 那就是一个凸透镜 如果觉得中间变薄了 那这个凸透镜 你试试看这是什么镜 来看一下 凸透镜会不会有聚焦 凸透镜会不会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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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闪光的 这是一个凸透镜 凸透镜会怎么样 會聚焦 你有看到成像 有看到成像 誰是兔頭鏡 我沒有說 我不是說兔頭鏡 那你再摸一次 這是不同狀態 你現在不會反對 反對的 我沒有說 說了是這樣摸的,為什麼你說是兔頭鏡 這是兔頭鏡 這會有棒棒嗎 棒棒 好,所以你看 我現在有成像 我透過一個兔頭鏡之後就沒有成像 但是我成像要往外拉一點 還是往裡面靠一點 往這邊靠嗎 因為它的焦距比遠 有有有 剛剛有一點東西 真的不容易 我把它拆掉 來 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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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成像看到沒有 但是不清楚 對,不太清楚 好,這樣有沒有清楚一點 有有有感覺 清楚一點之後呢 不能拿掉 又不清楚 那不清楚的時候真的要靠近一點還是遠一點 不對 這是奧動機 它不會成這樣 不錯喔 sorry sorry 被刷很開心 I'm sorry I'm sorry 好 這樣子清楚了對不對 好 那我先把奧動機拿掉 好清楚 我稍微這樣子 那這些經過突充鏡再經過奧動機的效果一樣 不一樣嗎 看起來沒差多少 這奧動機沒有差很多耶 奇怪 對啊 奧動機感覺是 不夠啊喔 這還蠻好的啊 來 我們看一下這樣 同樣的角度之類是 這樣下去 對啊 不是光 往兩邊 這剩是兩個的角度 這邊比較慢的這邊 好 這個 爛爛 爛鼻包 那是怎麼 那是怎麼 要出場 你會擋住什麼 好 好 擋住 你沒把心裡擋 你會擋住 保護精力把心出去 所以 好 這樣是 你會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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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呢 奧動機能先把光給散掉 不讓焦率變遠 但是我現在 本次因為這個空空的關係 我現在沒有辦法 你眼睛就了 眼睛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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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眼睛 眼睛有那個膜的關係 我試一下這個 好 再試一下這個 好 好 有看到影像的嗎 有 沒有 變不清楚 對 那我的稍微往後推一點點 有沒有更清楚了 沒有 沒有更清楚 但是有清楚 影像變清楚 影像變清楚 比較像什麼 焦距變遠 我沒有 我沒有這個奧動機的時候 我是不是焦距比較短 對 我的透鏡之後 我的焦距要稍微遠一點點 我才看得清楚 有沒有 所以你奧動機可以把光散開 這樣是問題 可以把光散 散開 散開之後呢 再聚焦就可以 它在層像往後推一點點 推一點就可以層像在我的 層像往後上 所以我們去驗度數 就是驗說 你目前沒有帶眼睛的時候呢 你的層像度是這麼近 跟這麼近 跟這麼近 哪個度數比較深 這個度數比較深的 所以你的透鏡就可能要 這樣子hold 才會幫我把它交流回去 好 那如果你只有一點點呢 它可能用透鏡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我問你 他想知道 度數 是怎麼定義的 度數的定義 度數的定義 度數的定義是 像是看那個 辨識率 就是說你可以看 兩條線 中間那條線 就是我這樣子的條線 好 那它這有規定的線 你在什麼時候 情況之下 要看那條線 那就是你視力過的 這個對 它那個 看那個辨識率 就是 譬如我們講說 這是一個1的畫 所以那兩個線很緊嗎 它有一定的規範 這規範要去查一下 為什麼沒有記起來 有一定規範 那那個上下左右有關嗎 有關啊 你辨識不清楚 你就會看起來就是 沒有縫啊 或是看起來縫不清楚 那是要到幾 度數才會大一百嗎 等一下 你說什麼 到幾就是才會一百 什麼意思 多 這我不知道 他的定義也不知道 他還有20條 都是 人家含義說 100度是相當於一年級 0.1吧 100度是0.1 1吧 應該不是0.1 應該不是0.1 0.1 0.1 0.4 0.4 我覺得你是要查一下 要查一下 沒有 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奧洛鏡 所以基本上奧洛鏡呢 看到的都是 很像這個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距離往後推一點 我們推到兩邊角度以外 我們看到什麼 我看到兩邊角度以外 會哪一條改變 是不是這條邊改變 對 對 這條線會改變 所以我們來畫一下 畫一下這條線 這邊的腳 不對 都是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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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就是 我 的 神經 好 我們看到他們怎樣 神經在這裡 神經 也許 不會 那如果 神經的地方呢 更遠 就更小 就更小 齁 那如果 再近一點的地方 會怎麼樣 更大 更大 超大 不是嗎 是不是 想一下 不是啊 如果在這邊的話 是不是他會往這邊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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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有 我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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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神經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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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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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幾乎一樣 電子畫得很香 神經看一下 所以你看我戴 金絲眼鏡 金絲眼鏡如果你貼的東西的話 請問他們有沒有縮小 沒有 他沒有縮小 沒有 那我稍微拉開一點就可以看 有 而且越靠近 你越遠離你的目標的時候 他會縮的又怎麼樣 同意 他說的很小 對 他縮的位置幾乎在那個 焦點的位置 在焦點的位置 他會越靠近這樣 那一般人會覺得東西比較清楚 大概是 大概是30公分左右的位置 所以我們也要調整 讓你的戴著金絲眼鏡之後 你的縮小距離大概是30公分左右 你會覺得那是最清楚的地方 30公分 30公分的位置 30公分 看這樣 看這樣 你這樣20公分 對 教育上 第二次的位置 比方是30公分左右的位置 差不多 對 所以你看書 為什麼說我們經常性 就是你看書 看一段時間之後 或者在上個上段時間之後 看影片 看電腦看那段時間之後 一定要去外面 看看遠處 為什麼看遠處 哪要變手要減肥 要讓你的肌肉有運動 你的 你的神經啊 那個眼球旁邊的肌肉有運動 有運動它才不會僵化 好 但是眼鏡的時候眼睛很痠 我明天是有多運動 我明天是有多運動 所以才會變多近似 怎麼樣 因為我眼睛很痠的時候 有多近似的 就要變在這邊 因為我 那假如 就算一直看手機 但只要 每十分鐘看一下遠處就好 事實上這樣會有幫助 沒有錯 但是有時候看手機 看起來會盯住 就會忘記了 就會一直看著你的手機 OK好 看一下 OK OK OK